各位ceo大家好我是你们上分学人小涛 今天最吸引人的一个标题当然是花季银行宣布裁员两万人 2024年到现在才两周我们看到很多大科技在悄悄的裁员裁员幅度并不大 看到现在裁员幅度最大的是unity一家成长型公司宣布裁员25%人数在1800人 然后就突然之间惊叹来到了花季银行一下子裁员两万人 所以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接下去失业率一定会继续上升 和接下去美联署的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接下去经济的走势包括失业率的走势是和六个月之前美联署的政策有关 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我们先去看今天所公布的PPI数据 有了PPI和CPI之后我们可以对月底公布的PC数据去做一个预测 然后我们按照老规矩因为到了财报季度 我会尽量每一期视频都和大家分享一家到两家公司的财报 我们试图从公司的财报里面去感受一下整个经济的情况 所以今天我们就去看美国银行的财报 从美国银行的财报去出发 我们去感受一下当下市场里面消费者和企业的健康状况 好吧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开始之前还是要留给大家5秒钟的点赞加留言时间 因为各位CEO 你们的留言加点赞是我坚持为大家做更新的唯一动力 那就先来看一下今天资产价格的走势 今天美元是在横盘 美债收入率今天长期美债收入率几乎没有怎么动 但是两年期美债收入率今天下跌了10个基点 我们看过去一周的走势 美元在横盘 两年期和十年期分别出现了不小幅度的下跌 而TLT20年期以上基本在横盘 所以上涨的幅度非常的小只有0.2% 这一周公布了CPI和PPI数据两年期美债的下跌 反映了市场认为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在增加 然后股指这边今天基本在横盘 看过去一周的走势倒指小幅上涨 那只是0涨3.1% 从板块这个角度去看今天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趋势 但是过去一周非常的明显 前七大科技股是遥遥领先于标普500里面其他的公司 当然反映到板块里面主要表现在通讯服务科技板块和芯片板块 但是如果结合第一个星期的走势 YTD到现在为止上涨的板块有通讯服务 必需品消费 医疗板块和保险板块 然后我们就先从今天公布的宏观数据PPI去出发 第一列是市场的预期 第二列白色这一列是实际的数据 基本上比市场预期要低了0.2% 有了PPI和CPI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月底将要公布的PCE数据 市场现在预期核心PCE的环比增速在0.2% 同时彭博安娜旺这个团队也对月底的PCE数据去做了一个预测 他们的预测是在0.14% 不过与其说是预测 不如说是把CPI数据和PPI数据带到他们的公式 然后得出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一组预测和最后的实际数据应该误差并不会非常的多 我估计上下0.05个百分点 也就是最后的数据应该是介于0.1至0.2之间 所以他们认为12月份的PCE数据将会为美联储在3月份进行第一次降息铺平的道路 并且他们考虑到1月份的PCE数据有可能出现一个反弹 但是他们认为即使出现了一个反弹在3月份美联储开会之前 如果去看过去12个月核心PCE的同比增速也仅仅只有2.5% 当然这个预测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 风险就在2月13日将会公布一组CPI的调整指数 这一个调整指数将有可能会使得过去2023年整个下半年的CPI指数会往上提 但是他们认为往上提的这个风险并不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经过今天的PPI数据出路之后 市场再次对于3月份降息的这个概率进行了压注 从昨天的80%不到上升到了今天的83% 并且市场认为2024年美联储将会降息6.7次 我为什么笑 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CEO可能认为市场是太过疯狂 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第977期的那期视频 在那期视频里面我们给了很多种可能性 每一种可能性都对标美联储今年将会降息的次数 我相信那期视频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些帮助 如果没有看过的CEO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从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角度去出发 看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美联储有可能会降息几次或者完全不降息 回到今天的市场里边 今天美联储最鸽派的那一位成员Gooseby 他说市场的参与者对于降息的这个预期可能过于乐观 他再次强调了他们的任何决定都是建立在实际的数据上面 怎么说呢 我认为美联储的成员也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不要让市场对于通胀增速放缓的这个预期过于的乐观 现在市场认为三月份降息的这个可能性在83% 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有一半的可能性会发生 直到下一次通胀数据出来之后 那时市场对于三月份降息的这个概率就有非常大的致影性 讲到通胀今天终于在新闻里边看到一篇把红海事件和通胀联系起来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对于通胀的恐惧在上升 因为油价和货运价格在上涨 下面三条线 红色这条线是上海至法国的货运价格 比起两周之前上涨了可能两三倍左右 蓝色这条线是上海至荷兰的价格上涨的幅度也非常的大 相对上涨幅度比较小的是上海至洛杉矶的这条航线 但是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直接受到红海影响的航线 上涨的价格在两倍到三倍甚至于更高 而没有受到红海影响的航线 并不是没有上涨 只是上涨的这个幅度相对小一点 我不知道这一个风险会不会被媒体继续的扩大和放大 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过去两周 这一个风险在慢慢的自我实现 这一个风险有没有可能被解除 并不是没有可能 比如我们现在在媒体里边开始慢慢的看到另外一种声音 这种声音想要表达的是 美国并不应该无条件的去支持以色列 这两个国家在慢慢的失去全球的支持 就好比这篇文章的标题 拜登应该向以色列释放不同的讯息 以色列太长时间一直在忽略他们美国的盟友 如果美国再继续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最终美国将会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文章在两个月之前 我们几乎不可能在媒体上看到 所以之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类的文章 就代表背后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度和民意在慢慢的开始发生改变 然后我们快速的来聊一下最近非常火热的加密货币 主要是比特币现货的ETF通过 在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之前 我和大家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投资这些比特币的相关个股 那我们一定要做好一个移动指引 因为这一些个股和比特币之间 它都会有一个周期性 而当这一个周期走完之后 这一些个股短时间之内回调50%都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截止到今天收盘 如果我们去看这些个股的回调幅度 Coinbase HUD MARA 分别在30%至50%不到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以太坊 什么是比特币 或者以太坊和比特币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的话 那不要去喷加密货币 在前天的那期视频下面 有很多位观众问我 比特币现货ETF的一个股票代码是什么 那一期视频下面 类似的这些问题我一个都没有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网上自己就可以找到 如果连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知道的话 估计对于比特币和以太坊没有任何的了解 所以纯粹可能只想知道一个代码 然后追进去 这种行为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害怕自己错过涨幅而追进去 所以当这一位CEO问我 他说ETH和BTC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 我对他的一个回答是 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其实没有必要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风险太大 FOMO不可取 如果这一次比特币的ETF上线真的有以前从来没有碰过加密货币的观众冲进去 然后现在被套的话 我认为我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马上支损出去 以后知道一定不可以FOMO 第二个选择马上去补课增加对于比特币的了解 如果补完课之后发现好像还是一知半解 那参考第一个选择 如果补完课之后发现好像可以投资 那接下去再考虑是不是要补仓等等 好吗 当然大家如果关于比特币这一块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不担保每一个问题我都会有答案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去做基本面的方向 哪些视频可以去看 包括我可以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比较主观的对于比特币的看法 最后我们一起通过美国银行的财报来了解一下当下消费者的健康状况 先来看一些数据的总结 营收略微比市场预期要高 基本是持平 盈利 EPS比市场预期高了5.6% 所以算是非常小幅度的beat 然后这一个季度的不良资产数据在5.485 市场的预期在5.011 所以比市场预期要差 坏账率数据在1192 市场预期在1024 也比市场预期要差 唯一比市场预期要好的是对于坏账率的准备金 这一个季度在1104 市场预期是在1307 加息对于银行来说是不是一个利好 是一个利好 因为银行将在利差上面可以赚到更多 但是从体量上去看 利差这一块赚钱最多的一个季度 已经在身后是在2022年的第四季度 体量在148亿美金 过去的2023年第四季度 体量在141亿美金 从利差的一个回报率可以看到2022年的第四季度在2.22 过去的一个季度在1.97 并且这一个回报率在缓慢的下降 然后我来看一下个人贷款和商业贷款的健康状况 上半部分是个人贷款 坏账率从上一个季度的804上升到这一个季度的913 准备金比起上一个季度的1218上升到了这一个季度的1264 不良资产的这一个体量 这个季度在2712 比起上一个季度的2792 其实是有所改善 不良资产整个过去的一年变化并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另外两个领先的指标 30天和90天的拖欠率 比起上一个季度分别都有不同幅度的上涨 然后我们看下半部分商业贷款的坏账 比起第三季度的127 第四季度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 主要的上涨来源并不是这些小企业 而是在商业房地产和工业这一块 不良资产比起上一个季度的2041 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这一个季度来到了2773 而Provision比起上一个季度是下跌了160 通常来说Provision下跌是一件好事 但是可能一部分的Provision 最终直接已经变成了坏账 然后在看消费者增速之前 我先带大家看一下今天 美国银行的CEO接受CNBC的一段采访 非常的短 只有一分钟 Let's back up and talk about what we see in the consumer maybe and how we think that the market moved heavily Villing the Fed should stop they stopped they've said they stopped everybody said they stopped and then they started putting cuts in and the market has as I said6 cuts in and the Fed dot plots have 3 cuts our team has 4 cuts Kandace Browning-Platts team so if you mix that all together at the end of the day rate's not coming down actually help us but the reality is is that everything's setting up for them to be able to normalize the rate environment given that you're seeing consumer spending which for the first part of 22 to 23 was up like double digits it's now down to 4 or 5 percent growth in the first part of 24 it's about the same and when you think about that we've been telling watching that for years and years and years and as you look at that that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a lower growth low inflation economy if you think about you know the customer the consumer driven economy in the US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impact they have they're slowing down their purchases that's the that's not inflationary now 他的这段采访里面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美联储认为会降息三次 市场认为会降息六次 其实截止到今天收盘 市场认为会降息6.7次 美国银行认为会降息四次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无论到底谁是对的 今年应该是美联储降息的一年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的一个消费者的增速在放缓 在他视频里面所提到的 2022年至2023年 消费者的这个增速在10% 就是我们图里看到的这一组数据 然后他说2023年 消费的一个增速只有4% 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组数据 并且他还提到 2024年他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 同比去看的话 增速还是在4%至5% 而根据美国银行 以前多年的经验去看 消费者的这个体量 同比增速在4%至5% 对应的就是一个相对低增速的GDP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美联储就会在今年降息 最后是现在市场非常担心的 坏账率 疫情之后的一个平均水平在0.5 这一个季度在0.8 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在0.8 也就是当下第四季度的这个坏账率 现在刚刚回到疫情之前的这个平均水平 怎么去理解这一组数据 就好像一个杯子里面 只有半杯水 看你是从一个乐观 或者一个悲观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 另外还有一组数据可以提供给大家的是 消费的增速放缓 并不是说大家银行账户里面没有钱了 同样还是美国银行的CEO前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和疫情之前去比大家银行账户里面的存款 无论是哪一个收入阶段 现在还是比疫情之前要高出很多 最后是我们的富途摸摸环节 加拿大这边最新推出了RSP或者TFSA的自主投资 现在只需入资100就可以获得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达到5万可以获得总共750加币的现金券 入资的方式包括入金或者转仓 如果转仓到达10万以上 总共就可以获得1550加币的现金券 美国市场这边现在开户且入金1000美金 可以获得15股免费的股票 加上现在闲置资金最高可以获得年化5.1%的回报 然后是澳洲市场这边 现在最高可以获得3300澳币的利息 适用于前180天年化达到6.8% 并且现在只需注册就可以马上获得一股AMC的增股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找到开户的连接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